你们听说过震惊全球的兰可尔事件吗? 2013年,一位华裔女孩走进了美国塞西尔酒店的电梯, 她将电梯里楼层全都摁了一遍, 然后又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反复进出, 查看电梯外的情况。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 这其实是当时风靡全美的一种电梯游戏。 据说,电梯是亡灵世界和人间的通道, 只需要输入特定的密码,就可以进入亡灵的世界。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,凡是输入正确密码的人, 从来没一个人能活着离开电梯, 这么刺激的游戏,当然阻挡不了好奇的美国人。 深夜的公寓中,几个男女正在商讨最近的播放量, 几人是一个初创小团队, 靠着在平台上发布博眼球的视频来赚取收益, 可努力好几个月,他们的粉丝还是一样少得可怜。 为了增加视频的点击, 为首的小杰决定拍摄一些刺激的视频, 比如说去鬼屋冒险,去墨西哥和黑帮聊天之类的。 然而,计划很宏伟,腰包却很现实, 他们的积蓄别说出国,就连出城的过路费都不够。 就在老板小毛纠结怎么办的时候, 小杰想到了一个不错的话题。 几个月前,他们隔壁街区的一栋大楼发生了怪事, 一个女孩参加电梯游戏,结果却神秘失踪。 听到小杰的话,小毛想都没想,就敲定了这个话题。 第二天一早,一行人就带着拍摄设备来到了案发大楼。 这是一栋上世纪的老建筑,墙皮都有些泛黄了。 虽然大楼的外力面不怎么样,但内部的装修却非常不错。 进入大楼,负责摄影的阿伟和小杰打开了摄像机。 小美和黄毛开始介绍起了几个月前的那起失踪案。 为了证明电梯游戏是虚假的, 黄毛还准备带着大家全程记录下这个游戏的全过程。 开始前,几人还不忘给了赞助一个特写。 紧接着,黄毛、阿伟和小美走入电梯, 金姐和小杰以及老板则被留在了楼下, 用电梯的监控拍摄。 进入电梯后,阿伟拿出一张纸条,这是电梯游戏的密码。 只要根据密码分次输入,他们就可以进入传说中的亡灵世界。 为了增加视频的悬疑气氛,小美还不忘说起了那个失踪的女孩。 电梯很快就来到了第二个密码所在的楼层。 黄毛将摄像机探出电梯,拍摄了所在楼层的景象。 刚开始一切正常,电梯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红色世界。 然而,来到第五层的时候,怪事发生了。 按照游戏规则,负责接引的亡灵会出现在这层,参与者必须要紧闭双眼,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能睁眼。 黄毛有些害怕,她让大家都闭眼,用摄像机记录就可以。 可谁知阿伟却不同意,她非要睁着眼。 为了不影响拍摄,小美同意了黄毛的建议,用摄像机拍摄,这样才能显出那种悬疑感。 电梯很快来到五楼,三人都闭上了眼睛。 可谁知,不安分的阿伟却没有信守承诺。 她偷看了一眼,而与此同时,电梯里的监控突然丢失了信号。 正在拍摄的小毛两人都愣住了,听到电梯门关闭,电梯里的三人才敢睁眼。 接下来是电梯游戏的最后一个密码,他们需要按下一层,如果电梯不降反升,那就说明成功了。 阿伟试着按下了1,电梯并没有下降,而是向着10楼而去。 看到这一幕,黄毛以为他们输入了正确的密码,害怕得她想停止游戏,可却被小美和阿伟拦下。 就在三人争执不下的时候,电梯突然停在了9楼,原来是9楼的住户叫了电梯。 看到走进来的男人,三人都松了一口气,他们和男人一起回到了1楼,看着什么也没有的摄像机,小美有些失落,看样子这期节目又要扑接了。 然而就在小美准备转身离开时,她却听到电梯里传来歌声,可没等她仔细聆听,就被一旁的吵闹打断。 小杰想再试一次,而阿伟却不同意,两人因此吵了起来,一生气,小杰意外说漏了嘴。 原来几个月前失踪的那个女孩,其实是她的妹妹丽莎。 当时丽莎和阿伟正在恋爱,谁知阿伟竟然劈腿了。 争吵中,阿伟故意刺激丽莎,说只要她赶玩电梯游戏,自己就和她复合。 在阿伟的刺激下,丽莎真的进入了电梯,可谁知却神秘失踪。 小杰怀疑是阿伟谋杀了丽莎,可因为没有找到尸体,警方也没有证据。 为了调查丽莎的失踪,小杰才策划了这次拍摄。 听到丽莎的名字,心虚的阿伟急忙离开了现场,可几人不知道,电梯游戏不是他们想玩就玩,想停止就停止的。 回到家的阿伟拨通了小美的电话,然而两人刚聊上诡异的事情,再次发生。 阿伟看到楼梯的角落里有一道黑影,没等她过去查看,黑影就飘了过来,一声清脆过后,阿伟就提前领了盒饭。 而与此同时,不死心的小杰再次回到了那栋大楼,她按照密码重复了操作。 电梯来到了第十层,然而门打开后,小杰却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。 十楼的布置和一楼一模一样,唯一的不同就是窗外透着红光。 她好奇地离开大楼来到屋外,外面的建筑也和现实一模一样,她抬头看去,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石字,那诡异的红光就来自于此。 就在这时,小杰在街头遇到了一个女人,她以为遇到路人,急忙呼唤对方。 可谁知,这个女人并不是人。 看着恐怖的女人,阿伟早已经被吓得两腿哆嗦,慌乱中。 阿伟回到了大楼,可无论她怎么按电梯,电梯的门就是无法关闭,而门之所以不会关,是因为一楼有人正在使用。 使用电梯的不是别人,正是金姐和同事小毛。 原来白天拍摄的时候,他们把摄像头忘记在了电梯里,两人取回摄像头刚准备离开,谁知道电梯门却突然关闭,没等金姐搞清楚怎么回事。 一旁就传来一声清脆,她回头一看,小毛已经身手易触。 而与此同时,被留在亡灵世界的小杰总算是在怪物即将追上她的瞬间关上了门,疲惫的她瘫软在地。 突然,地上的摄像头引起了小杰的注意,她打开回放,看到了金姐两人被撕成碎片的全过程。 小杰急忙将摄像头里的内容告诉了小美,小美也查到了这座电梯的传说。 原来这座电梯,十年前就发生过命案,一个女孩被同学们关在了电梯井,大家原本只是开个玩笑,可谁知电梯启动,被关在底部的女孩被下架的电梯活活压死。 等警方找到女孩已经是两天后,自那以后,这栋大楼里就流传出了电梯游戏的传说,不少年轻人在电梯先后失踪。 听到小美的话,小杰才反应过来,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,可两人不知道,恐怖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 他们回到公司,发现公司的大厅上被撒了一圈盐,就在这时,同事黄毛告诉两人,他们参加游戏的时候,有人违反了规则,作为代价,他们需要献上自己的灵魂。 而黄毛之所以在地上撒盐,是因为他看到一篇驱魔的帖子,说是只要用盐围成圈,阿飘就进不来,就在三人猜测是谁违反了规则时,角落里传来一响,三人回头一看,一滩黑色的液体从地板涌了上来,看着诡异的女人。 三人急忙钻进了盐圈,可谁知这玩意根本没用,黄毛当场就被落手催花,看着惨死的黄毛。 小杰和小美彻底慌了,思来想去,他们想到了一个可能,是不是因为游戏没有完成,所以才把恶灵带来了人间。 两人急忙回到那栋大楼,准备继续游戏,经过几分钟的等待,他们又一次来到了那个红色的世界。 看着闪烁的红光,小美才终于相信了小杰的话,电梯真的连通了亡灵的世界。 按照游戏规则,他们只需要站着不动,等电梯门自动关闭回到一楼,游戏就算结束。 两人遵守规则,没有踏出电梯。 一分钟后,电梯门自动关闭,看着闪烁的楼层,两人以为他们摆脱了诅咒。 可谁知,电梯却突然停在了五楼。 这时小杰才想起,电梯里还有一个接引者,看样子是要让接引者先下去。 他们按照规则紧闭双眼,电梯在五楼停顿几分钟后,果然再次启动。 然而就在电梯要抵达一楼的时候,小美却听到有人在叫自己,她下意识睁眼,结果却被当场抱头,精脆的响声让小杰也忍不住睁开了眼睛。 整个电梯此刻早已经被染红。 就在这时,小杰也听到了丽莎的呼喊,没忍住的她回头看去,丽莎就站在身后。 几分钟后,电梯来到了一楼,可里面却没有任何人。 许久之后,一个女网红为了拨眼球也来到了电梯,她开始按照密码进行操作。 又一个轮回开始了。 以上就是2023美国最新2集惊悚片电梯游戏的全部内容。 总体来看,电影的质量还不错,尤其是电梯里的镜头。 喜欢这种类型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,千万不要一个人看。 听说这电影在美国那边把观众给吓晕了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希望小伙伴们不是在电梯里刷到这个视频。 如果是,记得在五楼一定要闭眼。